如果是谈谈MSCI指数 如果有些变动的影响 现在香港指数剔除了两只都是赌股 其实之前大家赌股本身的走势是一般的 你会否说因为这个消息又会有一个收压呢? 我觉得未必有太大反应 因为暂时这两只赌股股价都不是大跌 当然不是说MSCI这个调整没有影响力 虽然过去MSCI反应的调整是挺有影响力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资金是比例大 通常那天的成交都会很厉害 但我觉得暂时未算太担心 因为幸劳本身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那些赌股都不是市场的焦点 无论你外资好香港钱也好 其实有多少人是选赌股买下去 因为一来本身的价格走势又不是强 二来赌收又不是回律得很厉害 三年其实还在等待之前说的博彩法的收改 变相其实有意来也不是太多吸引性 所以我觉得外资持有加持有加持有限的压度 其实不是太多的 所以这一刻如果真的要沽也好 因为要剔出有可能相对被动钱 要沽回头也好 应该牵涉到一些以往持有低的那些 就不一定有太多 所以暂时来说对两只赌股不是太负面 还有还有一段时间才生效 我觉得短线当然不是叫大家去考虑 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离房 但是整体的走势也是比较闷一些 或者拉脚脚脚为主